中新社北京1月21日电 为推广新能源汽车 中国将大力推动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 中国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近日发出 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 方案就发展绿色交通消费做出系列安排 方案要求 逐步取消各地新能源车辆购买限制 推动落实免现行路权等支持政策 加强充换电、新型储能、加轻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车船用液化天然气发展 方案表示 要推动开展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 有序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鼓励汽车企业研发推广 适合农村居民出行需要至优价廉 先进适用的新能源汽车 推动健全农村运维服务体系 合理引导消费者购买轻量化、小型化、低排放乘用车 对于推动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 方案表示 要提高城市公交、出租车网约车、环卫、城市物流配送、邮政快递、民航机场以及党政机关、公务领域等新能源汽车应用占比 方案要求 深入开展公交都市建设 打造高效衔接、快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进一步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、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鼓励建设行人友好行城市 加强行人、步道和自行车专用道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 鼓励共享单车规范发展 中国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在国家法改委21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 2021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52.1万辆 同比增长1.6倍 占新车销售比例跃升至13.4% 同比增长8个百分点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至784万辆 占中国汽车总量的2.6% 占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一半左右 据有关机构测算 相比传统燃油乘用车 现有新能源乘用车每年在使用环节减少碳排放 1500万吨左右 1.4% 2.4% 1.4%